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702章不行吧 这个时候出问题 叶浩轩无奈地摇摇头 他走下了汽车 打开了汽车的前盖 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出来什么问题来 怎么样 出问题了 原星道 是 找不到哪里的问题 早知道带上黑子来了 叶浩轩无奈地说 带上谁来也没有用 原星微微一笑道 我早说了 这个地方是巫族栖息的地方 巫神的灵魂长眠于此 所以 这个地方保持这世代的传承 任何现代化的东西 到这里都会失去原本的作用 你说的还真不错 少是科技生产的首级 信号几乎覆盖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可是在这里 信号也不太好 叶浩轩拿出手机看了看 汽车弄到路边吧 我们需要不行 反正也没有多远了 原星看了看地图道 大概是几百里吧 几百里 叶浩轩苦笑道是不算太远 但我们要走好几天好不好 不然呢 别的还有什么办法吗 原星笑了笑 确实是没有什么办法 叶浩轩打开了汽车 把里面的旅行包拿了出来 他甩给原星一个比较小一点的旅行包 然后提起一掌拍在汽车的边缘 轰隆一声 汽车的车身剧烈的一阵 然后被叶浩轩这一掌硬生生的击到了路边 你早有准备吗 原星是个能吃苦的女孩子 他背起了旅行包 之前去过西域 我知道那地方如果出了问题 简直是叫天天不应 叫弟弟不灵的 所以这一次做好了准备 这里面的东西是探险王里弄来的 应该能应付得来 这里只是山多 也不是穷山恶水的地方 叶浩轩背起了自己的背包道 有时间 挺想去一个人旅游的 原星笑了笑 那就去呗 反正现在过完年 是淡季 小鱼一个人在养生擅访 也完全能应付得来 叶浩轩道 而且春天已经来了 是旅游的最佳时机 再等等吧 原星摇摇头 怎么不开车了 庙会的小脑袋从叶浩轩的背包里露了出来 他探头探脑的看着这个地方的大山 车坏了 前面数百里路 我们要不行才行了 叶浩轩看了看前面一层又一层的山脉道 我可不可以出来了 庙会有些可怜巴巴的说 在你的背包里 我快闷坏了 出来吧 只要你不感觉到太阳 照这难受 叶浩轩笑道 我的灵体早已 经不怕太阳了 好不好 庙会从叶浩轩的背包里 窜了出来 走在两人的正中间 如果是不认识的 真的以为我们家庙会 是个正常可爱的小姑娘呢 圆兴笑道 圆兴为数不多知道庙会身份的人 他的污道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境界 就算是庙会隐藏起来 他也能看得到 只是他现在还没有正式传成污道血脉 到了目的地传 成污道之后 令他污之血脉觉醒 那他就会成为这天地间唯一的污 圆兴姐姐 你应该把你的包让他背着 庙会笑道 为什么 圆兴诧异地问 因为他是个男人啊 听雨姐姐说 女人和男人一起出去 男人就是拎包的 庙会认真地说 哈哈 你说的是不错 不过 我心疼你叶哥哥 怕累着他了 所以这些东西 就让我一个人背着好了 圆兴笑道 几人一路走一路说笑 虽然这里的山路比较难走 山脉一重 接这一众 但是几个人都不是普通人 所以 也没有感觉到多疲惫 尤其是庙会 他根本不是在走路 他是直接在地上飘的 翻过了一座山 站在山顶的小路上 向西方看去 只见群山重重叠叠 一眼看不到边际 要不要休息一下再走 叶浩轩问道 休息一下也好 现在正午 赶路不好 圆兴点点头 这边吧 叶浩轩把旅行包解下来 放到了一棵大树下 圆兴也走了过去 坐到了地下休息 庙会是根本不知道泪的 在四周飘来飘去 对这个地方十分的好奇 你们看 这里有人 庙会突然向山顶 另外一侧的断崖处一只 好像他有些困难 两人连忙站起来 跑到了庙会所在的地方 只见这个地方是一座断崖 断崖边缘处的荆棘上挂着几块衣精 显然是有人不慎从这里跌落下去 而在断崖下方十几米深的地方 有一个人被挂在悬崖侧面的一棵树上 拿绳子来 叶浩轩转身道 圆兴连忙跑过去打开了旅行包 拿出了一根尼龙绳 这种绳子是特殊制作的 虽然看起来很细 但能承受住数百斤的重量 这正是为喜欢旅游的人准备的绳子 这种绳子轻便易携带 而且任性极好 是出去旅行的人必备的绳子 叶浩轩把绳子的一端系在大树上 另外一边系在腰上 他抓着绳子 从断崖处一跃而下 绳子的长度 有些不够 勉强能让叶浩轩触到断崖处的那棵树前 他已经看清楚了 在这里挂着的人是一个女孩 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运动服 脚上穿着一双旅游鞋 看起来在这里挂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好在他是清醒的 你现在能不能动 叶浩轩问道 能 女孩点点头 他很虚弱 而且脸上没有一丝血色 可能是看到有人的缘故 他的脸色比之前那看了一些 能动的画手伸过来 绳子不够长 叶浩轩伸出了手 他的手与女孩的身体还有一段距离 好的 女孩点点头 他吃力地伸出手 只是他的身子一动 整棵小树就剧烈地晃荡了起来 这棵树的树干并不粗 女孩的身材比较高桃一些 可见 这棵小树承受的重量已经有些超负荷了 叶浩轩伸手抓住了女孩的手臂 然后稍稍地一用力 把女孩揽在了怀里 他一只手抱着女孩 一只手抓着那根绳子 上面的圆星猛地一提气 把两个人给拉了上来 其实圆星一个女孩子的力气并不大 但是因为种种巧合 她现在的巫术有大幅度的提升 所以 抓起两个人提起来还是不怎么费力气的 这个女孩显然是独自出来旅游的 不知道为什么她会跌落到这个地方 恐怕她在那棵树上挂的已经不止一天了 这几天能撑过来 全靠她的意志吧 但是现在一获救 女孩紧绷得精神一松 她晕倒了过去 圆星 煮些粥吧 她一会儿醒过来之后 应该用得早 我背包里有酒精炉 而且 还有固体燃料 也有米和清水 叶浩轩一边取出精针 一边吩咐道 好的 我马上去 圆星跑到叶浩轩的背包里 翻了一会儿 找出了折叠的酒精炉和钛合金的锅炉 然后回在地上 放入了米和矿泉水 用打火机点燃了固体燃料 叶浩轩拿这一套东西 和他在藏地时 用到的是一套的 这东西是几十年前 进驻藏地的军队准备的 能够折叠 而且为了应付高原压力的问题 所以 锅是特殊打造的 煮东西很快 叶浩轩取出精针 开始为女孩针灸 她因为跌落的时候 受了点伤 右脚脱臼 脑袋有轻微的震荡 叶浩轩先为她针灸 然后 又为她接上右脚 只是她这几天精神紧绷 恐怕没有合过眼 所以 叶浩轩为她治疗之后 又在她睡学上切了一下 让她暂时陷入睡眠 怎么样了 圆星走过来问 问题不大 只是她这几天精神太紧张 我让她休息了一会儿 叶浩轩道 应该是个大学生吧 圆星探道 一个人也不怕危险 就独自跑到这里旅游来了 她的家长也放心 现在的孩子 可不是家长能管得了的 叶浩轩笑了笑 她拿过女孩的背包 翻了几下 从里面翻出了一个学生证 只见上面写着 乡地考古大学三班里春雨 原来是学考古的 难怪胆这么肥 一个人就敢跑到这种荒山野岭来 叶浩轩自言自语地说 她随手又把女孩的证件给塞了回去 过了几个小时以后 女孩子醒醒来 她连忙坐了起来 醒了 叶浩轩问道 你 你救了我吗 李春雨看着叶浩轩 不然呢 难道你觉得这里 会有一个骑白马的王子 过来把你给救了 叶浩轩笑道 在我眼里 你就是王子 谢谢你 李春雨感激地说 我叫李春雨 我叫叶浩轩 这是原心 叶浩轩简单了 做了下介绍 她盛了一碗粥道 吃点吧 你应该挂在那里 几天了吧 谢谢 李春雨接过叶浩轩手中的粥 她也顾不上形象 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这几天 她算是饿坏了 虽然粥很简单 只是加了一些野生的香葱和盐 以及一些芝麻油 但是对于一个饿了几天 被挂在树枝上 只能靠树叶冲击的人来说 简直就是美味佳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